港铁善用铁路加房地产 成功在深圳建立围绕地铁站的新经济增长点 这个成熟模式有望在马来西亚再次实行 打造南马经济中心 会计新加坡及周边地区 马来西亚的捷运公司和香港地铁公司 今年7月底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 建立一家围绕公共交通的混合发展企业 将柔佛州新山市建造中的柔佛新加坡地铁系统RTS 五级茶岗地铁站周边 振兴为大马南部经济中心 这也是大马捡运公司第一个大型房地产复兴项目 独立公主案位于新山CBD 全长650米社区连桥可步行直达CIQ 和未来新柔地铁RTS地铁站 RTS新马两地的工程全速推荐 双城生活指日可待 我是徐杰 现居新马两地已有十年时间 想了解更多职业机会 屏幕下方点赞评论加关注 下期见